手机界打不死的小强 生命力最强的手机啊 就连充电方式都有四种 第一种充电方式呢 就是磁吸充电 它适合在下雨天充电 在水下充电啊 这种充电方式非常牢固 而且非常安全 第二种充电方式呢 就是无线充电啊 这种充电方式呢 适合在床头上使用 第三种充电方式就是坐充充电啊 适合咱们在驾驶的时候充电 把它放在工作台上啊 边充电边导航 不会漏掉任何重要信息 最后一种充电方式呢 就是尾插充电了啊 这种充电方式呢 最好是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使用啊 平时呢 不建议大家使用那种充电方式 拍照摄像的方式呢 也分两种啊 白天和夜间无光拍摄 这个位置呢 是指纹解锁 整机的后壳布满了立志文啊 抓握的手感非常好 防头落的 手机两侧边框呢 采用了碳纤维的材质啊 更好的保护了手机的主板 这个红色的按键呢 它是一个PTT棉网络队长 5000公里范围内有效 双卡双态双模5G 咱们先来测试一下它的夜间拍摄效果啊 咱们进入一个伸手不见无纸的房间 咱们来看一下清晰度啊 这个房间呢 已经伸手不见无纸了 但是拍摄的东西呢 依然非常清晰可见啊 为啥呢 因为它是红外摄像头 手机里很少有出现红外摄像头的啊 这个也是军工级的一个无光夜视拍摄了 非常非常强大 再看一下普通模式的摄像头啊 也是依然非常清晰的 咱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防水效果 它也是目前手机行业里边性能最强大的啊 防摔防水防沉 整个测试过程呢 我不会离开摄像头的啊 大家看一下 先把上面的水甩一甩啊 因为有水的话呢 屏幕呢 会看着感觉像10-0一样 其实不是10-0 就是上面有水字啊 把水擦掉之后呢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防摔效果 大家不要眨眼啊 觉得这个手机质量好的 一定要对着屏幕双击来看 咱们现在看一看屏幕或者是系统有没有崩溃的情况啊 完美啊 啥问题都没有 没给双击的大哥等啥呢